這個題目是第二次 到我女兒畢業 原來她們是同一個Twitter地讀我們 然後我進去 我打算她不認得我 她竟然問回我兒子的事 問回你兒子 知不知道你媽媽讀你 不是 她說她現在怎樣 咦 為什麼你會記得的 我心想 你見過我一次而已 當然啦 大佬 你這樣跟兒子說 娛樂半世紀 經典又貼地 你好 很開心 因為昨晚自從鄧太出現在SmartTravel之後 收到網友的留言 全部都是很正面的 而且非常崇拜 我可以用這個字 完全沒有誇張 覺得她一個人證明 我跟她聊天 我覺得她處理她自己的人生 她自己的事業 或者她的婚姻 她的子女 這個女人真是 樹不簡單 女人她自大 你先跟大家打招呼吧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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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突然說到這麼高 自己下來就很重 你現在這次聽不聽到掌聲嗎 都聽不到 因為用電話 OK OK 不要緊 我重聽 好好好 我先說一宗新聞 我想帶出你怎樣去教兒子 因為這宗新聞是說 英年45歲的陳彥恆 韓姐 她最近在昨晚 中商西網自爆75歲的老母 購買了保險 誤信理財主管開納聯名的戶口 並且簽下多份文件 其後 主管突然離職 韓姐才發現原來中了千萬積蓄的進失 令她捲入了涉及三千萬保單的風波 昨晚說了一點點 韓姐入行已經26年了 但事業都沒有什麼起色 至於她現在還在單身 原來她的家庭背景一點都不簡單 她原來是民國初年的雲南革命黨 君官黃毓英的後裔 也曾經在加拿大留學 就讀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的大眾傳播系 她曾經參加過阮仔阮情單主持的一個電視節目 阮仔形容她是名門之後 但韓姐就這樣說 我太公是一個烈士 但我不敢掛在口邊 因為自己入行這麼多年都沒有什麼成就 怕拍攝壞的祖先 阮仔取笑她 她自己回答 可能媽媽照顧得我太好了 從小到大都是媽媽說的 什麼都不用我煩 她自己曾經在1993至1994年進入原訓練班 在無綫 旗下力捧她成為無綫五尾 亦憑著街大歡喜 而令眾多觀眾認識她是誰 於2006年結束了12年無綫的賓主關係 去了北京讀電影 曾太這個新聞當然可能海外或其他網友 看Smart Travel想知道 更新一下韓姐現在怎樣 暫時沒有什麼起色 不過既然我請了鄧太做我的客席嘉賓 我很想一個這麼出色的女人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你怎樣教兒子 今天有三個個案 第一個是說LV的案 第二個是說褲的案 第三個是說巴達通的案 時間交給你 好 我們說一下 話說我女兒在聊天 那天她九歲 她就跟我說媽媽 我人生是怎樣 如果要去Newisselton 是我的理想 她有一個LV是她的理想 她人生如果有這件事 她將來一定要做到 她那天是九歲 然後我很記得那個禮拜 我帶去買了一個袋給她 我還記得那個袋是7700元 最初她當然是捧著 然後過了很短時間 袋就給了別人 其實我老公都說 為什麼你買給她這麼貴 這麼小都沒用 我不是 我想讓她知道 將來不要為一個袋 而犧牲好其他很多東西 因為這個只不過是一個袋 就算她多少錢都好 都是一個手袋 不要想到那麼遠 再過了之後 我就跟她聊天 我就問她 你覺得你已經擁有了你的人生 就算一個LV是selton 你覺得怎樣 其實都沒什麼 我看到你掛在這裡都沒用 其實也是這樣 媽媽 那你現在覺得怎樣 其實都用回一個袋子就可以了 所以她經常拿著一個袋子 對 就算袋子壞了 她們也會用 沒有什麼 我覺得 有時候 可能有些貴的東西 很多人都會放到很高的位置 變成小朋友覺得 這件事 有就好 怎樣怎樣怎樣 很重要的 但我想當你給了這件事 你覺得很重要嗎 嗯 她就馬上叮一聲 然後從此之後 她又不會說 其實我跟她現在長大了 我也有買Hermes給她 我也讓她自己選擇 但她也是 或者是 比較喜歡那個袋子 就是用多 很少用 有時候都是放在那裡 某些時刻才拿出來用 是的 也很少用 其實問題 她懂得覺得 不要讓我今天跟同學 同學的環境一般 我這樣拿出來 不是那麼好 也不要穿得那麼漂亮 我說 嗯 很善心 你不要令人難受 是的 非常之好 有一次她跟我說 媽媽 我用這張卡請了她給我吃飯 我說 怎麼了 她去爸爸實業 但她去外國讀書 所以她這個假期 做兼職 自己零用錢 因為她是英國 所以我請了她吃飯 我說OK 那你下次繼續請她 你真是好 嘩很好 那你要教她 告訴她 其實呢 我覺得香港人也好 因為她很多同學是混合 或者那些 其實呢 我覺得P上去教識我 人裏有很多東西 有時候 如果是中國人來講 我相信她一定會告訴她 嗯嗯嗯 即是說她爸爸失業了那麼久 你明白嗎 嗯嗯 她不會說出來的 但外國人其實很坦白 當你朋友聊天 嗯嗯 然後這樣幫我 我覺得是OK 我記得有一次 這裡解釋一點點 因為你們兩個子女都是讀國際學校的 是的 所以你先說 那個同學的爸爸其實是一個外國人 所以他們很坦白 就不會說收收埋賣 我怕聽眾還不知道 多謝你繼續 另外呢 有一次呢 他們每一年呢 那些同學都有一個叫做 挑戰救人 嗯嗯 就去旅行的 嗯嗯 話說最多一次呢 就是畢業的了 嗯嗯 我幾厲害 我一個帶七個女兒去日本 嗯嗯嗯 但是有一個同學呢 她媽媽就跟她說 因為她有四個子女 嗯嗯 那家其實環境都OK的 但是呢 那些數是突突含的 嗯 如果你要 慢慢緊 對啦 你要去這裏呢 所以呢 我們就整班人呢 那麼多人在呢 幫她按機票 怎樣計算最便宜 啊OK 最好 找到之後呢 就一起去吧 怎樣去計算數 我很喜歡你 我喜歡你 喜歡你這件事 你不會說自己家庭環境好 人家窮一點點 你就看不起人 相反你還一起去 就是 抗低那個 那些機票 或者 洗肺的 讓她不要這麼尷尬 這件事的動機很好 就是大家去計算 怎樣按按啊 怎樣計算啊 或者我們怎樣坐法 也會最便宜 我們就去了 我一個人就帶了這麼多個去旅行 好 其實呢 在旅行途中 我都發覺 每個媽媽教弟女都不同 因為那時候他們已經過 差不多九十八歲 差一點點 這裏說了很多人 因為第一晚呢 我們就去居酒屋吃飯 我請他們吃的 那有一個呢 他就說 他媽媽不准去喝酒 其實咖啡酒 你知道有少許酒精 那我就說 嗯 那 他也很乖 其實 那我說 我也有點壞 那你不要說你媽媽請你家庭環境 就是我有這麼多 我說 今晚呢 你不是只有有點壞 你教壞人說 你說謊 我說因為呢 你就是比女生長大 你不可以一滴酒都不適合 這也好 因為呢 你出去的時候 你很容易出事的 知不知道 被人灌醉 你不試過你自己原來 哇 我喝了一口酒精髮給關公 大佬 那我就說 古惑的媽媽 古惑的阿姨 你跟媽媽不要 FaceTime 知不知道 只可以帶電話 因為這樣 連這些你都教了 哈哈哈哈 這些呢 你等到你們自己呢 有個 有個 有個底線 那你不用到時候 你到時候出去才會出事 然後你知道 你得業有Party 有什麼 有什麼不見的東西 是不是很不值 是啊 阿姨當然要這樣教你 教得好 哇 網友的媽媽 聽聽她怎樣教 教自己的女兒 這麼善良 亦都教其他女孩 怎樣 懂少少一些古惑的東西 出到社會做事 不會那麼容易被人騙 是 還有我都有跟她說 因為她們 你知道 那些女孩 現在十八歲 那些女孩都很少 那些衣服 那些衣服 那麼少 我都跟她說 如果你整個班 站在花桌喝東西 走開了 回頭 麻煩你們不要再喝 嗯嗯嗯嗯 寧願叫過 除非有人在看著 嗯 因為你也知道 你們 這樣 一會兒都不知道自己在哪裏 但是我好害怕 媽媽想當年年年輕人 所以 你也知道 你給不少抵架了 不過這個 不是在今天的 哈哈哈 所以 很危險 其實 我小時候 他們所有的教育 其實好的事情 不好的事情 你也要讓他們知道 嗯嗯嗯 嗯嗯 其實我曾經被人說過 那些朋友 哇 你真的很血淋淋 很濫酷 我說 我不是濫酷 我真的疼他們 如果你告訴我 我第二次見到她外出 被人頂 那我自己頂 說真的 聰明 很聰明 我想看著她被人這樣鞭打 我的朋友 就是中她的兒子 然後我說 好啊 你現在不教她 以後她出去社會 被人教訓 被人調教 我們不要拖太遠 為什麼呢 其實你很多很多個案子 我想你每一天 不同的時間 分享一些 如果一下子都給了 我怕 很多 有時候就說了 你也說了 你兒子的褲子 是 那你也知道 我們是香港人 我們去 那我就看到 那臭小子 那條運動褲 那條褲子 它不是穿細那一洞 它好像人家實自磨爛 很大那一洞 那 蛤 即是經常都買一條褲 我都經常買那條 然後我心想 那些同學不爛的嗎 我又沒有見人投訴 或者各樣 那我就去學校裝一下 咦 個個都亂 我只是說 我只會亂到鬼死的馬鹿 這裏強調 兒子也是讀國際學校的 亂到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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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不知誰亂的 總之 不是說 別人找別人去 麻煩改褲腳很漂亮的那些 總之 好像有人手術 打靠差打靠差 我見到這樣 嗯 這樣 應該也亂到OK的 然後 又經常不見下服 又經常不見很多事情 那我就跟老師說 我說 唉 經常都要問 然後 外國人說 其實我們Loss Carbonate 現在做了很多事情 是 你如果找到適合生意 你可以拿走 是嗎 然後我就跟老師說 總之不見了 都是在那裏 扔掉了 不知道誰拿走 即是別人的失物 未認領 那個Loss Carbonate 因為我怕網友不知道 是的 那他拿回 那就不需要不停去買過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不停買過新的 因為 真的不見了 你明白嗎 即是我們一般 如果你讀普通學校 不見了 就第一時間買過 去取締 我說不見了 爛了校服也很大件事 這麼大個洞 不是小個洞 是幾段 你在外國人的教育 就是說環保 是 還有他們有第二次的校服 譬如你畢業 就會把校服都放回去 可以買的 是 是 因為其實我覺得 那些物件 不要經常搞到 一出來 嘩 全部都是假髒 整個 嘩 叮叮的 其實呢 到現實的生活 其實很小的時候 他們沒有 沒有比較 沒有看消 因為你 這樣 就不這樣 沒有這些 即是他們 其實他們比較注重內涵 和你的思想 多些 還有 還有一件事 如果 現在香港的小孩子 我見過一些同學 譬如去沙灘 或者去什麼 很小的 那些 碰一碰 就說不要回家 不要搞 很髒 然後小孩子又會拍些沙 又覺得那些沙好 怎樣怎樣 但是他們 第一次我女兒去去 應該是六歲 她是四眼的 她打回來 媽媽 我的眼鏡掉下海 她說 你這個人掉下海 她說不是 我衝我頭出去 然後眼鏡掉下海 那怎麼辦 我問她 老師問她 你有沒有事 她說 看不看也看到的 我說沒事了 照樣繼續吧 哈哈哈哈 任由她 不是 其實 很小事 她不太深近 她掉了眼鏡 不是掉了一個人 你真的可以掉下去 你是不是掉了一個人 沒有了眼鏡 她說不是 她撞我難安 整塊眼鏡飛了出去 那就可以了 你的人還在水面 對 但是 有一件事 我讀學校 其實她五歲 四五歲已經吃游泳 很厲害 而且這些學校 她不會期望你不吃游泳 我覺得很搞笑 覺得父母應該是有教的 而且他們很放心 很小的 就已經叫做沙灘 去找東西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復活節 你太多 太多了 對 因為我想集中一些 個案子 by case 剛才說一下父母 我現在說回父母的訊息 你講完那個 你講那個 好 我現在 其實你告訴我 你剛剛說 你原本 兒子的褲子不見了也好 或者爛了也好 其實你原本 就是買那個 但是有一天 你回去學校的時候 其實那些人都是亂的 你意識到 其實也要培養兒子 需要環保 不要浪費 是不是這樣 還有那些鞋子 都踢到爛了 那些鞋子 我沒有理由 因為他們踢球 其實是很快爛的 那些鞋子 我看他們 都會這樣 吊在那裡 沒有亂也不用亂 所以 真的 你越有錢的 那些人 不是說沽寒 而是說他應洗得洗 就是 還可以用到 還有那個價值 為什麼你要扔掉 是嗎 是啊 我兒子的背後 用了四年 我工人連到 我說 可不可以不要再連 我真的沒有其方再連 他用到 畢業都還在用 他去外國都想拿回去 然後給我扔掉 哈哈 這個 又放了LV給他 是嗎 沒有 他不喜歡用 他不喜歡用名牌 我出來做事 我給他一錶也不要 好 不如我們又說說 八達通過的個案子 嗯嗯嗯 你說 那八達通過的個案子 就是他的門口 拍卡那個 上學嗎 遲到 那個是 上學 話說 有一次回來 我就看到他們兩個吵架 因為我兒子十三班 其實很大 十七八歲 是是是 那我妹妹在哭不完 我說 什麼事 你發生什麼事 然後他說 阿哥 又叫我幫你拍卡 然後我被人抓到 我本身是做那些PVAC 他不是叫PVAC 他負責 就是有個牌給你 看守秩序 因為我兒子 就是畢業的 就好像大學 有些課是可以 不用回 但是因為他之前遲到 他拿不到你拍卡 他一定 總之人家三幾點 你就要準時 拍卡入學校 嗯嗯嗯 那他就想睡晚一點 他說他那些同學 都是叫妹妹拍 那他妹妹進去拍 誰知道他妹妹 就被人抓到 他老師 你不可以拍別人的章 是 然後呢 他就說妹妹 在罵他 別人這麼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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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人都沒錢 你這麼蠢啊 那妹妹就很生氣 嗯 那我心裡想你 這個事情是死人 我沒有幫你拍 你還罵他 那我就打電話去學校 嗯 那我打電話去校務處 就跟他說了個個案 我說我現在要去 我現在要去 因為他們那些 不是叫班主 而是叫Twitter 我要幫他投訴 你有生氣跟你們聊 我不用了 你直接幫我接受 那好吧 接受了上學 跟他說了整件事 那我 Twitter是個男人 那他就約我 第二天八點鐘 跟國際學校 會議會 那第二天 那第二天 那我兒子 可能心想 他就回到我 我覺得現在身來 Twitter很討厭我 媽媽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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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來很久了 他說不是啦 他整天都針對我 是嗎 我明天做什麼事 要去學校 他說什麼 他就說 好 那第二天 他當然想著 我會叫醒他 接受他 我心想 你也不主動 然後我老公 就抵了他 我們兩個 就自己開車 就在學校 坐在那個會議室裡 然後 他都未來 然後 老師又看著我 我又沒有說聲 然後他敲門進來 其實他是純的 他又沒有想過 其實這個部分 如果他是聰明 他想到肯定是媽媽 但他沒有想 然後老師就說 就罰他什麼呢 罰他三個月 要準時 7時45分 在他老師前面拍那張卡 哈哈哈哈 因為什麼呢 因為你說的 因為他有人拍 他已經在他前面 當面拍 湯煙拍完之後 然後 還有 舞堂的時候 你要坐在那裡 嗯 同學一齊媽媽 對不對 五星乖仔 然後 我就在那裡說 那 開完會走出來 然後我就說 蛤 那我就說 你這麼大個 你九十八歲了 就算如果你現在 你覺得讀書的麻煩不讀 沒有所謂的 你去麥當勞做自己養自己 我記得我是說英文的 我看到老師的眼睛 是掉了出來 哈哈哈哈 你真是 不一樣的媽媽 然後 其實我們見過一次面的Tutor 然後 這裡提到 第二次 到我女兒畢業 那 原來他們同一個Tutor 你讀我們 然後 然後 我進去 我打算他不認得我 他竟然問回我兒子的事 問回你兒子 知不知道你媽媽打你 這樣說 不是 他說現在怎樣 咦 為什麼你會記得的 我心想 你見過我一次 當然 你這樣跟兒子說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你就是做麥當勞 哈哈哈哈 我老公也說 你這樣說 我看到我老子的眼睛 很大 他說 你十八歲 十八歲我沒有辦法 那你就要自己養自己 既然你學都不想回 都不知道 我想問回你 當你知道兒子 有這樣的待遇 他要遲到 要去拍卡 準時的 然後你就打電話去 Tutor想投訴 然後去投訴 其實你就投訴你兒子 你不是投訴 Tutor 這些媽媽就好 夠狠心 對 人家的妹妹幫了你 你還罵到別人 對 人家都沒有了份工 你這傢伙比碼頭姑娘 我還不給我 很喜歡 你這樣教兒子 不是 他早上回來就說 這傢伙就是針對 但當我這件事過了 他畢業了 我跟他去大學的時候 我就告訴他 他師匯 然後他看著我 然後就笑 我就想到 傻仔 你怎麼會針對你 你媽媽打他 他就傻仔 很棒 這種媽媽很棒 因為你現在這麼小 教到她 什麼叫責任感的話 當時他出來社會做事的話 他就會在社會上 成為一個值得人尊敬的人 有些事情 其實你明白嗎 他自己 他沒有覺得自己不合 因為他說他 其他同學的妹妹都沒有 沒有自己的妹妹那麼蠢 你教他做差 你還說他蠢 他幫了你 其實你做父母 最基本的責任 我經常都說 他媽媽一惡會變獅子 我說 獅子媽媽的責任是什麼 是教職的獅子仔 將來自己獨立 自己找東西吃 你不是想要跟著我媽媽嗎 嘩 真棒 給點掌聲 這是掌聲 對 對 我好像很老實 有很多時候 我看見親戚的 兒子都很大 不如可能遲了 然後吃飯的時候 兒子坐在椅子上 坐在椅子上 坐在椅子上 媽媽就去做一些飯 搬來搬去椅子 我想說 兒子盯著我的手 是 又是面貞 你是面貞 通常面貞是真心 我喜歡這些人 你弄傷了手嗎 你走過去 我會問他 你是不是弄傷了手 然後他怎樣 他當然知道我說什麼 他當然知道我講什麼 他當然是捲他 捲他 就算你媽媽年紀大也好 或者年輕也好 你遲來 你坐在那裡 我不是你的工人 我不是你的工人 在這段影片完結前 我想問你 你現在兒子二十多歲 離開了學校 其實你滿意他現在 在社會上的代人處世 現在開始 一開始 因為他始終 因為他讀過科 因為疫情 就變得差一點 還沒找到工 然後 我就跟他講 你疫情 你一年 你坐在那裡坐一年 我其實 沒有給他零錢 他也沒有去做拍攤 但他又覺得 在家裡好 什麼都有 他考了一段時間 我真的買了一輛車給他的 你用附屬卡 沒有所謂 但他又不會用得多 但是我放心 我就說 那你打算拿到另一段時間 然後就叫他 那你第二些工 你也要找一下 如果這份工 疫情有五年 你不打算五年都坐在家裡 那是不行 然後找了一份工 然後做 但我覺得很驚訝 他從來都沒有遲到 沒有準確 還有有OT 很勤力 和同事很好 因為 我有些支持 因為我覺得他會遲到 因為其實之前 他在我公司做過拍攤 但是被我叮走了 哎喲 你好 大意滅親 如果他不合格的話 你不要在我那裡做事 第一 我們這些民主性的事情 他會覺得悶 還有照顧客 你未必有這麼喜歡做這些事情 那變成你有時卸著做 我覺得你影響到公司運作 影響到我的同事 很好 我很喜歡你 你這個人夠公正 和你打工也很幸福 你會影響到 你這樣卸著 其他人會見到 對 對 我覺得 第二 我女兒是哭著走的 我兒子沒有哭著走 我女兒就跟我回去 你女兒又被你叮走 她說最低公司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 然後 然後被我罵 然後被我罵 你知不知道他聽過電話 我的電話公司是CISM 聽過電話 客人找人 你不認識 你有沒有鑽著這條線 你跟她說 然後我馬上搶她的電話 我剛剛在外面 我鑽了電話 搶了電話 然後就罵他 等等 他犯了多少次錯 你先叮走他 一次就 我一次罵他已經哭了 這麼容易哭 這樣就叮走了 哈哈哈哈 一次就叮走了 又不回 你很多故事 我這個新聞 我先說到這裡 我現在停止了 我們再看下一條影片 好嗎 OK 給他一點掌聲 謝謝